Tesla大老板Elon Musk 马斯克昨天宣布 今天与前总统特朗普在X平台上进行一次无稿的直播访问 并鼓励大众提问和发表评论 但他们今天的访问由于技术故障而一度中断 令人们无法加入音频对话 马斯克认为这是一次恶意攻击 陈硕家报道 这个原定于美国东岸时间晚上8点开始的访谈 在进行18分钟之后被迫中断 因出现技术问题令许多用户无法进入对话 他们只收到一条讯息 上面写着详细资讯不可用 马斯克在X上发文指 平台正经历大规模的Nail of Service拒绝服务的攻击 这是一种联邦犯罪行为 涉及向网站注入大量数据 从而淹没该网站并导致其离线 中断最终器Dot Detector报告称 在访谈之前用户无法存取X的报告机针 但无法立即验证是否是由于恶意攻击造成的 直到晚上8点42分访谈才重新开始 特朗普在访谈中提及通货膨胀 政府财政支出 AI及中国竞争者 清洁能源等话题 在究竟上时间晚上6点40时 这个访谈大约有130万人在收听 26台记者陈硕家报道